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好莱坞怎样谈生意 好莱坞几乎已经和电影画上了等号 那里不仅有全球最知名的电影公司和电影明星 也总有花边新闻频频登上热搜 就是这样一个大熔炉 每天都吸引着全世界怀有电影梦想的人纷纷前往 甚至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一组手印 在电影世界里增添一笔属于自己的荣耀 好莱坞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 原因不仅在于这里可以让怀有电影梦想的人参与其中 更在于好莱坞完备的电影工业体系 以及向全球持续稳定地输出高质量电影作品的能力 这让每一个向往这里的人都愿意相信 这里就是自己电影梦想扬帆启航的地方 那么好莱坞这座庞大机器是如何运行的 怎样保证一步步大片有条不紊的流向市场的呢 答案就在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 《好莱坞怎样谈生意》当中 它的副标题叫做 电影、电视及新媒体的谈判技巧与合同模板 这本书由洛杉矶圣志律师事务所娱乐传媒特别法律顾问 戴纳·阿普尔顿和索尼公司代理律师 HBO新线影业商务主管丹尼尔·杨克利维茨联合创作 这是一本在美国影视行业内非常受欢迎的制片及法务指导书 被众多业内人士选择新人入行必读书 作者在书里描述了好莱坞娱乐产业中的上下游谈判策略 还有我们很难看到的好莱坞电影、电视剧制片工业的交易环节 并且罗列了很多专业性的从业建议 本书一共有13个章节 可以将这些内容分为三类 分别是好莱坞的从业者、好莱坞的协议以及好莱坞的利润 在本次解读中 我会从每一个类别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话题进行详细解读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好莱坞的从业者 这里将介绍两类角色 一是围绕着导演、演员、编剧的经纪人 包括经纪公司和独立经纪人 二是围绕制片公司的角色 包括娱乐律师、创意总监、商务统筹以及行业协会 其中经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们的委托人联络工作机会 安排谈判相关的工作事项 他们服务的对象有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或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 在帮助委托人达成协议之后 经纪人就可以在委托人获得的报酬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通常艺人们都会选择比较有声望的经纪公司 或者著名独立经纪人 因为很多制片公司只和大的经纪公司合作 都不接非关系户的简历和资料 通俗点讲 如果一家制片公司需要一位男主角的话 他们不会花太多的精力把好莱坞的所有男演员都评估一遍 而更倾向于选择与有过合作 同时取得过不错成绩的经纪公司直接沟通 这样的选择不仅能提高制片公司的工作效率 同时有声望的经纪公司也能为他们提供一份坚实的担保 比如说某家制片公司计划投入数亿美元制作一部科幻电影 在确定导演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找到美国知名经纪公司创新艺人经纪公司 希望他们能推荐一位有能力的导演 这时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就有很大可能 在与旗下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沟通确定之后 再出面与制片公司商谈细则 协助斯皮尔伯格达成这次合作 当双方都达到满意的合作条件后 斯皮尔伯格就会来具体指导这部电影 此外 经纪公司和独立经纪人 也会凭借自身在行业中积累的经验和人脉 为自己的委托人寻找更好的商业机会 比如说 某位独立经纪人具有很广的人脉资源 当他在得知某创意总监正在选决的消息时 便会主动联系这些公司 推荐自己服务的一些演员 争取出演影片中的重要角色 不过 经纪公司和独立经纪人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 一般情况 经纪公司必须通过相应的艺人联盟组织 或者行业协会的特许 例如影视演员工会 美国电视与广播艺术家联盟等 并且需要遵守相关规定 才能开展具体业务 否则代理签订的合同 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效的 而独立经纪人 只需要接受艺人的聘请 不需要政府颁发的执照和担保 也不需工会的授权 就可以为艺人提供服务 知名独立经纪人能够凭借行业威望和自身人脉 为艺人争取和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以及高额的薪酬 比如说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莱昂纳多·迪卡普利奥 就会选择和知名的独立经纪人一起单干 经纪公司和独立经纪人之间的第二个差别 在于薪酬 独立经纪人的报酬 一般比经纪公司所能获得的提成要高 例如经纪公司一般能够获得 艺人工作报酬的10% 而独立经纪人最高能获得艺人工作报酬的50% 这样的现象也让经纪公司感到不满 为化解两者之间在娱乐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美国经纪人协会规定 如果独立经纪人被委托人聘用 他的代理费不能超过艺人总收入的15% 而且合同期限不超过三年 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 平衡了经纪公司和独立经纪人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能够平衡两者市场份额的因素 就是独立经纪人的工作难度 独立经纪人在与艺人签约后 不仅要全面负责艺人的宣传推广等工作 还要根据艺人各自的特点 为他们确定更合适的角色 把艺人成功地推向市场 这可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独立经纪人不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 还要付出足够的精力 如果一切顺利 独立经纪人将名利双收 如果失败 就会失去艺人对他们的信任 让自己名誉扫地 与高收入相伴的 是工作的高难度与高风险 这让很多计划单干的职业经纪人 打了退堂股 而是选择去一家知名的 可靠的经纪公司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围绕制片公司工作的角色 包括娱乐律师 创意总监 商务统筹 以及行业协会 其中 娱乐律师是保障客户法律权益的 关键角色 比如行尸走肉第一季导演 弗兰克·达拉邦特 他在2018年的时候 联手经纪公司把制片公司AMC 告上了法庭 称AMC骗走了行尸走肉 为导演带来的数百万美元利润 为应对这一诉状 AMC公司聘请娱乐律师 奥林斯内德 针对行尸走肉的利润问题 在法庭上进行驳斥 最终开脱了部分法律责任 有时候 委托人聘用娱乐律师不是为了完全撇清法律责任 而是为了降低损失 例如 拍拉蒙影业公司 因在电影《变形金刚4》中 未按照合约植入广告 导致重庆市五龙景区损失严重 被五龙景区告上法庭 最终 法庭裁判拍拉蒙影业等参与电影制作的公司 赔偿五龙景区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 200.9万元 虽然支付了赔偿金 但相比19.79亿人民币的票房总收入 这些损失微乎其微 这样的结果 自然离不开他们娱乐律师团队的努力 接下来是创意总监 或者也可以叫总策划 他们的工作是决定开发哪些项目 放弃哪些项目 比如著名创意总监杰瑞·布鲁克海默 他会深度参与影片的总策划 选演员 读剧本等工作 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 对市场做出精准判断 像珍珠港 加勒比海盗等高票房作品 均出自他之手 布鲁克海默曾说 对于一部片子的成功 最终要归功于人才的聚合 要为优秀的演员、导演、编剧们 提供做事情的机会 而寻找合适的导演和演员 就是最重要的一环 例如获得巨大成功的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 在最初选角时 迪士尼高管不理解德普那种浮夸的表演风格 德普也认为迪士尼高管不理解捷克船长的角色 双方就在一拍两散的边缘持续僵持着 正是杰瑞·布鲁克海默坚持向迪士尼高管解释说 德普脑子里有一些他想玩的东西 我相信他会那样做 才最终让迪士尼同意德普出演捷克船长 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全球的观众看到了一位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出什么幺蛾子的捷克船长 同时也让约翰尼·德普赢得了世界级的知名度 为此德普也非常感谢布鲁克海默的慧眼施主 当创意总监确定好主题 并准备聘请编剧演员的时候 就轮到商务统筹出场了 他们在接到创意总监的要求后 会代表制片公司与符合要求的导演、演员、编剧 和其他创作者的经纪人联系 询问报价以及谈判等 等双方达成一致后 商务统筹便会拟一份简单的内部备忘录 交给公司的法务部门 去拟定规范的聘用协议 直至最终签署 最后一类统称为行业协会 在好莱坞有我们想不到的各种团体 例如影视演员工会 美国电视与广播艺术家联盟 美国导演工会等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都会辅助组织内的成员 为他们提供或争取行业利益 比如说美国导演工会 它不仅代表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未来趋势 同时在完善导演权益方面也做着积极努力 堪称美国传媒行业规范的最大保证 其中养老金和健康计划 就是为成员提供保障的代表项目之一 这项计划为会员提供了一个详细的退休方案 包括会员的医疗费用 牙齿保护 视力治疗 临终关怀等 填补了工会成员的福利空白 除此之外 美国导演工会还会为成员提供行业奖项 来奖励会员取得的行业成就 这些奖项甚至会被视为当年奥斯卡奖项的风向标 中国导演李安就曾在2013年 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获得第65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电影导演奖提名 紧接着在同年的8月 他便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这一荣誉为李安基深世界著名导演之列奠定了监视的基础 说完了各自阵营的选手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一讲好莱坞的协议 虽然前面的各个从业者已经进行过交锋并达成合作意向 但只要没有把口头上的吹嘘落到纸上 那这场博弈就不算结束 只有拿到一份签字盖章的好莱坞协议 这场博弈才算有了真正的结果 那这些协议有多大的作用呢 成熟的好莱坞协议 承担着电影工业的各部门 各环节以及产业链上所有人在合作过程中的监督功能 监督他们是否能密切配合 是否能理清各方的权责力 只有存在这样一份保障 才能让每一个参与者放心地参与到影视创作当中 保证制作出来的影视作品是质量稳定的可控的 作者在书中罗列了六大类协议 包括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线下人员 以及数字内容协议 每一大类又按照电影、电视剧、真人秀节目进行了分别概述 比如说编剧协议 编剧对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否非常重要 正如编剧们总喜欢说 没有剧本你不可能拍出电影 哪怕是个烂剧本你也得有剧本 美国编剧协会会为加入协会的编剧们提供一个规范协议 包括剧本写作范围、署名、编剧费用、再次获酬权、版税等 我们可以从报酬和创作规范两个维度来了解一下编剧协议 先说报酬 美国编剧协会要求制片方为编剧提供有底线的报酬 通常对于成本在500万美元以上的电影 如果是对原著作品进行剧本化改编 报酬为3万美元 对已有剧本进行润色完善 报酬大约为1.5万美元 有的会更高 这完全取决于如何谈判 以及编剧本身的能力和声望 在写作刚开始的时候 编剧们就可以拿到50%的报酬 在提交作品后再拿剩余50% 这已经是不成文的约定 如果编剧急用前 也可以在协议中的预付款部分 与制片方商讨修改 除个别情况外 编剧们基本不参与后期分成 比如票房分成 如果是特别出名的编剧 而且是独立原创署名 那它会有影片净利润5%的争取空间 但如果是群体署名 就会降到2.5% 但这项收入必须靠努力争取 并且得到制片公司的同意 才能拿到 编剧协议的另一个重点 是剧本创作的规范 协议中明确了编剧 在创作剧本时必须承担的义务 其中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时 编剧需在剧本中 以线条标示出非虚构的内容 如果一则信息出自报纸上的文章 那么编剧就必须标出 文章的名字和刊登的地方 如果编剧按照约定 标注了非虚构事件的来源 特别是 是否完全取得被改编 被影视化的真人真事原型的授权 制片方会依据此信息判断 是否继续推进项目 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影视作品上映后面临的版权风险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 由于每天有太多编剧拿着剧本 徘徊在各个公司门口推销自己 这让好莱坞的制片人觉得 好莱坞最不缺的就是编剧 编剧是可以随时被替换掉的 所以编剧就慢慢走到了 好莱坞产业链的最底端 这也导致在六大类协议中 编剧的协议成了最简单的协议 那复杂的协议呢 这就要说到演员聘用协议 以电影演员为例 要完成一份电影演员聘用协议的签约 是非常麻烦的 这里面包括演员的薪酬 保险 薪酬支付方式 风险报酬 票房分成 奖金 档期 宣传 署名 以及裸露说明等 范围之广 内容之杂 是任何协议无法超约的 可能大家最关心的 莫过于演员的薪酬了吧 影响演员薪酬的主要因素 分别有演员热度 角色轻重 工作时长 以及前期谈判的协议内容等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莫过于演员热度了 有的演员在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上 可能没有拿到很多报酬 但凭借自身表现 获了世界大奖 那她的下一部作品报酬 也会水涨船高 例如 希拉里·斯万克 在小成本电影《男孩别哭》中 只拿到了比最低薪酬高一点点的收入 然而 在她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之后 她的片酬就出现了直线上升 反过来 如果一个演员频繁地接一些烂片 那她的身价也只能越走越低 此外 演员的热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协议约定的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这名演员能否参与收益分成 好莱坞的一线明星 例如金凯瑞 安吉丽娜 朱莉等 他们通常可以拿到先期总票房分成 意思是 他们有权从制片人或制片公司的毛利润中 收取一定比例的分成 重量级影星通常会收到10%到20% 比如说一部电影总票房是10亿美元 制片方能拿到的毛利润是5亿美元 那有先期总票房分成权力的演员 就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的分成 但这种权力也仅限于超级巨星才能享受 这样算下来 头部演员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还没有算上奖金 风险报酬 超档期薪酬 医保 养老等福利 甚至有些制片方需要承担演员的 随从人员的日常开销等费用 这样加起来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不过也有例外 有部分演员会为了与自己喜欢的导演合作 而放弃高额片酬 比如说要和伍迪艾伦或者斯派克里 这些导演合作 演员们宁愿只拿最低薪酬 也希望能在大导演的作品中露上一面 这里提到的最低薪酬 是美国演员工会 为加入工会的演员设定的最低报酬保障 无论一个演员名气大还是小 制片方都必须支付保底薪酬 这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 每一名参演的艺人 都能获得一份有保障的收入 除了电影正片中的演员 如果我们完整地看完一部电影 会发现在最后的片尾字幕上 还有很多线下人员的署名 比如配乐师 音乐剪辑 后期制作等 他们同样需要一份合理且公平的 线下人员聘用协议 为他们应得的权利和报酬提供保障 当然了 相应的权利和报酬 也是根据个人的工作经验 和在行业内的名气决定的 例如顶级配乐师 埃尔默 伯恩斯坦和詹姆斯霍纳 他们在一部大制作影片中 能够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报酬 甚至可以参与影视音乐版权收益等分成 整体收入相当可观 各式各样的好莱坞协议 有时看起来的确繁杂冗长且花式百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 每一个落在协议里的文字 都是为好莱坞大容颅里的各种角色 提供最稳定的保障 这已然成为好莱坞不可挑衅的约定 从立项到开发 影视公司为了完成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已经花掉很多钱了 接下来就要讲讲影视公司赚钱的事了 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看好莱坞的利润是怎么回事 当我们提到净利润的时候 最简单的概念应该就是挣了多少钱 成本多少钱 两者一减 得出的数字就是净利润了 然而制片公司对净利润的计算方式 要比这复杂得多 好莱坞的净利润是一个合同概念 甚至会因合同约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尽管一部电影 可能在它发行之后的几年内产生收入 但因为成本也会随之累加 所以净利润也需要重新计算 比如说制片方在计算净利润的时候 是要扣除发行佣金 税费 行业汇费等各种费用后 再减去制作成本和利息 最后才是一次电影投资获得的完整净利润 有的制片公司还会把任何向总利润分红者支付的 分红报酬 以及这笔费用15%的管理费 都作为成本 再最终计算净利润 虽说成本看起来的确让人发愁 但倒也不必为这些制片公司担心 作者已经逐一列好制片公司的赚钱渠道 当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最大的收入来源当然是院线票房 但这一概念并不是观众买了多少电影票 制片公司就会挣多少钱 票房收入的一大部分会被电影放映方拿走 也就是电影院 还有一部分会被分给发行方 最后制片方只能拿到大约票房总收入的50%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收益方式 是一部电影的飞院线收入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飞机高铁的屏幕上 看到一些电影 这背后都是航空公司 铁路公司 向制片公司支付了版权费后 为乘客带来的视觉享受 虽说费用不高 但也可以增加制片公司的收入 还有一项占大头的收益 是来自家庭影院和电视销售 这种形式的播放 几乎可以覆盖所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的群体 例如某代理公司 将一部电影通过录像带 DVD或其他形式向全球发行 可以获得6000万美元的收益 制片公司就能毫不费力地 从代理商那里拿到至少20%的分成 如果再算上如今 网络播放、电视点播等新的形式 制片方还可以向运营方出售版权 来获得不菲的收入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拍一部电影真的太赚钱了 但作者也提醒说 这都仅限于那些非常受欢迎的电影作品 像阿凡达、复仇者联盟等 这些电影的制片方就赚得盆满钵满 这还没有结束 一部好的电影 它的衍生产品和音乐版权 也可以为制片公司带来收入 比如T恤、海报、玩具等 同时 制片公司也会将音乐唱片的制作权 授予一家唱片公司 从而获得音乐版权费 而对于那些票房滑铁卢的电影 制片方只能期望通过未来的电影项目 来弥补当下的投资损失了 不过从那些知名电影公司的运作现状来看 整体还是赚多亏少 获得丰厚的收入 的确是影视制片公司和从业者们 非常看重的指标 而这需要制片公司持续稳定地 向全球市场输出高质量的电影作品 除了制片公司不惜代价的资金投入 以及电影人的一腔热情 高质量影片的产出 更依赖于一片肥沃的土壤 这片土壤正是由那些完善的协议规范 人人遵守的契约精神 共同组建而成 好 《好莱坞怎样谈生意》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